嘿,大家好,我是警长 今天给大家讲丧尸美剧,僵尸活动第二集 这是第五集,上集故事中,沃伦一行,离开尼亚布斯实验室 继续赶往加利福尼亚,结果路上遇到了怀有莫菲孩子的金发妹 他们带着金发妹来到了威斯康辛 威斯康辛沦陷前,似乎是在举行滚脑赖大游行活动 丧尸闻到食物的气息,朝他们晕集过来 沃伦看着巨大的奶酪,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他和艾迪合力,将硕辣的奶酪轮推动 因为是下坡,奶酪轮越滚越快,碾压死了不少丧尸 一万问沃伦能滚多久,沃伦推测还会滚很长时间 因为这一路都是下坡 之后,他们离开了威斯康辛,金发妹孕吐严重 中途不得不停下休息,众人让莫菲关心她以下 毕竟怀的是她的骨肉,可莫菲这个大猪体子 我想对金发妹负责,忍不住和沃伦提出能不能丢下她离开 结果遭到拒绝,莫菲只能上去安慰金发妹 沃伦看着地图,决定找个地方,让金发妹安然生下孩子 熟悉这一带的威斯说这附近有一个门诺教社区 沃伦决定就去那里,不过还没启程,就遇到了劫匪 沃伦等人被打得不敢抬头 彪悍的金发妹端着机关枪扫射,一个人就把劫匪团灭了 沃伦等人直接看待 专场之后,他们抵达了门诺教社区 盔子避开众人,拿着对讲机到一边挑事 似乎想要联系什么人 伊万进社区里找人,正巧看到几个人被丧尸攻击 伊万打死丧尸替他们解围 但是当他靠近那些人时,对方却恐惧地逃离了 似乎他像什么红黄野兽似的 伊万回去和沃伦会合 沃伦为伊万脸上的白色粉末试试 伊万称是丧尸脑袋爆出来的,怀疑是粉末化的大脑 之后众人进入社区 沃伦看到盔子后,问他发现了什么 盔子说只看到几只丧尸 然后将一些物资递给他们 这时,伊万脸丧尸抄他们出来 几人轻松就把丧尸解决了 之后,社区的人过来告诉沃伦 他们不能在这里停留 因为这里爆发了碳菊病 沃伦闻之色变,决定立刻离开这里 但是伊万感染了碳菊病病倒 萨莲娜的羊水也破了 他们只能被迫留在这里 碳菊病有药可治 社区里也有药,但是数量不多 因为要确保社区人人有份 所以只能分给伊万半片 可是这样根本救不了伊万 经过询问,社区管事告诉他们 镇里可能有药 于是艾迪,奎子和社区管事去镇里找药 沃伦,多克,莫菲,留下来帮金发妹结省 划分两头,奎子他们在超市碰到了一个幸存者 幸存者吃了超市里所有的药 让他身上的碳菊病还是美好 他痛苦难耐,恳求他们杀了自己 艾迪当地拒绝,说他们不能向活人开墙 幸存者朝奎子拱去 奎子为了自保,开墙打死了幸存者 而这个杀人的举动 让社区管事对他们印象极差 因为镇里只有一个卖药的地方 所以他们只能无功而返 艾迪回来后也因为患上碳菊病病倒 伊万的病情也愈发严重,到了突厥的程度 护送莫菲去加利福尼亚是最重要的任务 而艾迪和伊万又是重要的战力 所以他们不能死 于是沃伦决定从社区里抢药 这么做就意味为了救二人要牺牲社区的人 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社区的人竟然毫不反抗 这让沃伦感到一丝意外和愧疚 金发妹肚子里的孩子终于在众人的瞩目中降生 但是这个宝宝一出来 又让人觉得恐怖不已 因为他跟莫菲一样 有着丧尸色的皮肤 多克担心他伤人 警惕的拿把菜刀随时准备动手 沃伦贺问他拿菜刀干什么 多克尴尬的说 捡旗带啊 宝宝听了 直接将旗带咬成两节 虽然都看出宝宝的与众不同 但没人打断这幸福的乙克 一些丧尸和丧尸动物听到孩子声音 进入茅芜 沉浸在孩子出生的喜悦中的众人 没有注意到 宝宝突然哭了起来 那些原本平静的丧尸开始暴躁 沃伦等人立即跟丧尸撕打在一起 莫菲试图控制他们 结果以失败告终 而且身陷丧尸群中 关键时刻 摩埃让金发妹爆发了超强战斗力 他手撕了好多丧尸 为众人逃跑争取了时间 最终金发妹被丧尸团团包围 而且很快就被撕咬成了丧尸 沃伦只能对她施以仁慈 他们逃离了社区 沃伦和艾迪吃了药以后 跑了不少 莫菲很爱惜这个孩子 沃伦将金发妹给宝宝起的名字 交给莫菲 但莫菲觉得这些名字不太合适 她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露西 镜头一转 那个奶酪轮还在不停地滚动 路径上的丧尸无疑幸免 奶酪轮成了这一集的MVP